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萌萌的狗当呀 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跑酷地图 叫做上学跑酷 狗当,你开始吧,别丢人啊 我丢什么人呀,我的技术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的技术,才这样说的 虽然我跑酷比你差了那么一丢丢 但是像这种还是难不倒我的 那你去吧 这开头也太容易了,不费抽灰之力就过来了 一年级肯定容易啊 那估计前面的关卡都难不倒我 又开始吹了,小心被打脸 我才不会,这二年级也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这十块倒是挺漂亮的 你的关注点永远是这么奇怪 哪有你奇怪,看到没你就走不动路了 这三年级也很容易,轻轻松松 希望你后面也能这么轻松 为什么三年级后面是趣味问答了 不管了,走吧 我肯定是学神呀 6.0好吗 7,6乘4肯定是24了 8加8是16 这题目也太容易了,我哥都能答上来 你这样说,显得我很蠢 没有,我这是夸你呢 原来那趣味问答就类似于期末考试呀 难怪后面是放暑假 5年级了,好像比之前要难一点了 但对于我来说还是小意思 6年级了,这是挑机关吧 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不能掉下去 你这样掉下去,我就会笑死你 7年级也不难,就是中间的距离变远了 的确有点远,要稳一点 加油哟,开水的时候不是信息十足吗 哼,让你管 可以啊,一口气过去了 那可不 8年级为什么感觉比7年级还容易 那不是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9年级类似于7年级那关 都是中间稍微远了一点 我做的你被打脸 你以为我是你,一夸就嘚瑟 耶,也不难嘛 这一关要小心一点 没猜错的话,它四周的板子会收起来 果然是这样 但是还是难不倒我 啊 哈哈哈哈,打脸了吧 是错了,没有注意那个加速的东西 耶,过来了 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 这一关好像有点难度了 啊,我居然又被弹飞了 哈哈哈哈 别笑,我估计你俩也会被弹飞 我这种高弯会犯这种低迪错误 呃,我居然又掉下去了 不应该呀 哈哈,惨不忍睹 哼 哈,过来了 掉下去两次才过来 哎,技术有待提高啊 这一关看起来很容易 还是小心一点 差点又掉下去了 幸好过来了 这是要往上去吗 但是需要二段跳 这一关以前不知道跳过多少次了 闭着眼睛都能过去 又开始嘚瑟了 你看,是不是过来了 算你运气好 承认我的技术有那么难吗 小伙伴们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哟 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要记得感恩父母 当然也要保护好自己 耶,终于高考了 我已经看到终点了 这高考公开也不难嘛 终于通关了 Yahoo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